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继续向里面撒一层土 轻轻的压一下 不用太用力 然后重点来了 我们这个时候要对比一下虎皮兰的高度 对比好了以后我们再继续往里填土 种好之后不要马上的浇水 因为是炒土种灾 我们直接放在那种阴凉通风的地方养护就可以了 等这个土完全干透了以后 我们再浇一次定根水 浇完之后一周内如果没有出现问题 那就证明这个虎皮兰正常的生长了 今天关于虎皮兰换盆注意事项和技巧 介绍到这边结束了 你要更好的意见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 大家喜欢点击关注每日更新 拜拜